邰哥 嗯 你在幹嘛 他在看我的女生 藝營人家那一件事 有 有妻之夫嗎 這樣怎麼講 有婦之夫 好不好 叫你多讀點中文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確定一件事 我想跟大家講 藝營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去動手 動手容易被人家 欸 好 沒有啦 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是什麼地方呢 這邊是 諾貝爾眼科診所 大家都知道身為一個 上有勞下有小的父親 跟為人之子 我要照顧很多的人 所以我的眼睛 已經近視眼快三十年了 我都用隱形眼鏡 去搞定這件事情 但是我最近戴隱形眼鏡 我的眼睛會紅腫 醫生跟我說 我戴隱形眼鏡的年份 已經到了 所以隱形眼鏡 一天不能戴超過五六個鐘 偏偏我戴一般這種眼鏡 我會頭暈 所以我只好很下心 來給自己做個雷射 走吧 那今天呢 其實在能不能做雷射以前 還不能確定 我要先來諮詢一下 醫生看完之後 搞不好眼睛條件不夠 還不能做 所以今天先來諮詢 到處都是安心呀 喂 好 幫幫幫幫你看這裡 好 我們來這裡不用 來 來 這個 這個 上 右 上 左 右 他會不會看完 一百度 一百度 這樣會不會更清楚 我 九三七八二六 好 那其實大概一百度左右 你的老花 所以近視不會低老花 用餡 沒有這種事嘛 對不對 對 所以等於說你要這邊把度數降低 這邊拿來看近 這邊拿來看遠 但視差的部分來說 目前看起來是一百度 那可能他會覺得年齡會慢慢增加 等到你覺得這一百度不夠用的時候 你可以做惡修調整 或者說有些客人會說 那我可能就戴了花眼鏡 那也是可以的 那一般來說在你這種年齡尷尬 其實建議就是一眼就是不要多 尤其是我做近視 你看近就可以不用大 眼睛但看眼會覺得比較差一些些 好 那我們來先 瞭解一下下 這會是一個很大的抉擇 消化一下然後再 消化一下 好 醫師你好 小先生您好 請坐 我先了解一下你平常用眼的需求 主要工作是健身教練對不對 是 那看電腦或手機的時間多嗎 可以選擇不要這麼多 是 對 我主要就當教練之外 還有做YouTube 然後會分享寫一些文章 是 就這樣子 好 那有沒有在開車或騎車 開車 對 晚上開車的機會多嗎 還好 不算特別多 我之前一直是雙周泡 雙周泡 然後 我戴了二十幾年吧 一直到半年前左右 有一次戴的比較長 眼睛就紅了 然後我就試著點眼藥水 結果 好了以後我又戴的比較長 他又紅了 我去看眼科醫師 對 眼科醫師跟我說 你戴隱形眼鏡的年資到了 對 那我戴一般的這種眼鏡 我是會頭暈的 嗯哼 所以我就想說 那把它處理掉了 我們看一下你眼睛的構造 好 滿明顯的在左邊的腳 上面有個疤痕 然後 對 所以可能是以前那個隱形眼鏡 就是有去刮傷過 在比較靠下面的地方 疤痕的痕跡 好 那幸好他在比較邊緣 了解 做近視雷射的光學區會在中間 大概6.5mm的地方 好 了解 所以這邊應該不影響 OK 那現在瞳孔的形狀比較不圓 是因為你正在散瞳 好 藥水的作用讓瞳孔變大 那我們諮詢到這邊是不是 對 有沒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出來 我們會不會做手術 我可以嗎 你的 以目前初步的這些數據看起來 是可以的 那就是注意一下你的肝眼的症狀 好 因為目前測起來 淚水分泌量比較少 那個基礎分泌量 就是就算我們沒有任何的情緒 也沒有外界的刺激 我們眼睛淚水就有個基礎分泌量 基礎分泌量是4 比較偏低 所以會建議從現在開始 最好是可以先停淡一些疾病 然後點一些滋潤的藥水 對 這是在從現在大手術前 可以做的一些準備工作 好的 謝謝醫生 OK 好啦 做完這麼多的檢查 看來我的瞳孔跟腳膜 還算是可以做手術 沒有到了這個年紀 居然把眼睛弄到不能做手術 那接下來 我們就期待手術吧 等了好久 終於等到今天 終於要把我的眼睛處理好 欸沒押韻好爛 OK好啦 等了很久等到今天 終於要到雷射的這一天了 等一下就要再跟醫生 最後做一次談論 我已經準備很多天了 戴了三四天的眼睛 讓眼睛休息 今天以後做完手術 我們就 從盡光明 OK張愷齁 我們今年48歲 對 那我先跟你說 28又245個月 對 好 跟你說齁 我們眼壓今天看起來是正常 是 上次看起來跟今天都是正常 20以下 我們上次跟這次都有量 那度數我們復測了 1 2 3 4 4次 那我們在之後 設計度數的時候 就依照這個來做一個準則 好 那我覺得你大概是中度的度數 475跟575 差不多落在這個區間 是 那視力很好 最多也可以到打1.0 我們目前是選擇無伴的 有伴無伴無伴 20年前應該就這個人 20年前有這兩個 兩個都有 對 那基本上現在 比較多人如果你條件OK 我們都會先選 Smile 原因是因為呢 他是無伴 有伴的話 有時候像我們在重訓 撞擊 這種我們就要小心 因為他伴母必然是打開又翻起來 他的生物力學比較沒有很穩定 是 撞的人他也是會有 就是 胃移的可能 甚至恢復期過後也都有可能 有可能啊 因為就是一個傷口 但大部分不會啦 我們在拳擊手 或是一些特種部隊 就要很小心 可能就不能做 只能做無伴的 你的這個提器呢 他的 雷射時間非常的短 那能量 大概幾 多久 就8到10 就結束了 妙 對 那但是後面還是 還是會有一些前置跟後置 是 比如說我們要清傷口啊 沖水啊 然後把你眼睛消毒啊 會不會痛 會點麻藥 OK 不過你通話跟我說 好 那 Smile的原理就是呢 他透過這個雷射在裡面雕刻出個杜术 那杜术有一個透件 我們把它拿掉 拿掉之後 從那個小小的傷口拿掉之後 就OK了 了解 那LASIK是要先打開一個半磨 然後在裡面雕刻就是再蓋起來 所以他的原理比較不一樣 但是他有他的好處 比如說高度近視的人 有不能做Smile的人 他也是需要做到LASIK或PR 就這樣 了解 不是說他不好啦 OK 就因為不一樣人的狀況而做不同的選擇 對 那你今天的狀況是 剛好可以做Smile跟Smile Pro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選擇這個方案這樣 太棒了 好 我的眼睛有點麻麻了 心裡有點麻麻了 來吧 你媽媽也幫我拉起來 你不做什麼 你不會再做什麼 你不會再做什麼 你這樣做 頭有點大 頭有點大 我們現在要去做 有些人去進行場 手上摸摸了 然後 過程這裡有不舒服的提及 大家說 可以給你們可以扭一聲 好 謝謝 大家可以 cows 扯 許哥 緊張 不知道為什麼還是會有一點緊張 看著安心牙都會緊張 �ר願自己 crise 現在開始 然後再練lex 蹭身完了 我那個復健包有拿到 不對 術後包 術後包 texture 它真的要復健了 古老先生 真的要復健 他在透過陪你48年的 在裡面 他顏色有點大 在裡面 在裡面 對 你現在看不清楚 我看不清楚 但是 他在裡面 好 我把他帶回去 巴拉 終於完成了人生一件大事 脫離了30年以上的近視野 現在一切都是朦朧模糊的 聽說明天早上睡一覺起來 世界就清楚了 好嗎 我期待我們最後的結果 我再跟大家報告 我的眼睛有多麼的明亮 好的 我從做飛秒手術 7月下旬 中旬下旬開始到現在 已經將近四個月的時間了 目前我覺得 恢復的情況非常的好 其實大概在兩到三個月左右 我的視力已經恢復到1.0 最近一次量已經到1.2 所以我的視力有持續的在進步 但是我後面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這個也是我的醫生在一開始有稍微警告過我的 他有跟我說 凱教練你的年紀稍偏長一點點 一般人做雷射或是飛秒手術 可能都二三十歲三四十歲就做了 你28歲又加這麼多個月的人 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後遺症 那我現在呢會戴著這個人工的淚液 因為我眼睛相對會比較乾 所以有時候看近的地方的時候 眼睛乾的時候那個霧的感覺偶爾會存在 但是點完之後它就馬上會清楚了 這是我目前的情況 那做完這個雷射手術以後呢 我自己會覺得真的很方便 當初會想要做雷射手術 也是因為我的眼睛戴隱形眼鏡 已經戴超過三十年了 醫生跟我說我的眼睛的血管已經增生了 所以我的眼睛已經不適合戴隱形眼鏡 我一戴正常眼鏡我就頭暈 所以這個手術對我來說是非做不可 那現在在我的生活裡面 其實已經有了很大的幫助 我早上起來不用眼睛再紅也不用戴隱形眼鏡 我看所有的東西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問我最後心裡的感覺如何呢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值得做的手術 最後要建議的就是 要做趁早做 不要等到五十歲再來做 好嗎 那再次謝謝朋友的觀看今天 記得幫我按電影戰略小叮噹 我們下次見 那你有看其他網紅的頻道嗎 當然啊 去看 欸大哥 你的胸好像練得不錯欸 還可以啦 那你平常都練什麼工作 就平胸臥推跟上胸臥推啊 那練幾組 訓練組就兩組就夠了 那你有沒有看其他網紅的頻道 沒有欸我只看凱教練 欸小兄弟 你的衣服在哪裡買的啊 怎麼那麼好看 欸 問對人了 我是XX買的 帥不帥 那我可以也要黑五四嗎 對人家說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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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也要黑五四嗎